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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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那個土城站環發展區的這個 協志路跟明德路口的這個土城 土城的這個地方的樹 這個是原來的狀況 然後後來變成這麼慘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主訴求就是說 活潑、人皮、樹皮、草、地皮 那這個張樹原來那麼漂亮 變成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三峽、龍埔、李治就會 那前幾天的媒體報宅 就是有關於部分的明代 然後部分的一些人 可能會覺得說一些 他們所這些市地重劃的發揮基準 或者是這些利益可能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的居民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原地保留 然後是要保留那個原地的 就是保留農業的使用 我們三峽、龍埔、李 被徵收了三次 國家就被徵收了兩次 現在又要來第四次徵收 真是實隨之位啦 今有真人夠夠啦 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三峽、麥子園、捷運這條動線 政府實際上已經徵收完成了 現在 新北市政府 動完腦筋 想辦法要擴大徵收 巧立明目 所以我們三峽、龍埔、李 大都圍張工廠 抹黑我們 其實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廠 都在樹林區乾原 也就是我們隔壁的李 我們三峽、龍埔、李 幾乎都是農地和住宅 政府為什麼要抹黑 因為徵收利益龐大 動機可疑啦 這個報紙裡面有提到說 有心人士打電話到市府來陳情 說希望能加速開發 那我希望我們的政府官員 不要再黑箱作業 你把整個的資訊公開化 是哪幾位地主 或者是說哪幾位的有心人士 他打了這些電話 現在資訊很方便 請你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誰接的電話 哪一個單位 我們今天最主要訴求是希望 報紙上面講的這些人 希望資訊公開 等一下我希望有關單位 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是哪幾個地主 人家來陳情絕對會有 本人代字就會去中心顧問公司 突擊檢查 發現那個時數像數值 和百分比都造假 最重要的是有一張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問見調查 後面沒有寫名字 前面只打過同意 有二十張 同意部分是兩百七十二 不同意是三百張 同意徵收部分是 其中有二十張 沒有寫名字 只打過同意 我說我當場質疑那個林柏欽為職員 我說這個如果在選舉的話 這是無效票 那他既然說那這二十張不要算 那個問見調查 竟然可以這麼亂來啊 我們聯盟在十二月三十號發現 發現土塵隨士路公路 之後聯盟成員就已經有提報說 入宿即將遭到坦停 之後我們透過一九九九 希望希望新北市政府按照新北市移植 移植要領上做移植 當時我們也有案件編號是 一零一零三一二一零一四一零一四 承辦人員是三四八二三四一八 在去年去年年底的時候 他們就口口聲聲說要按照移植料理 做移植方法做移植 可是卻在今年的情人節發現 他們開始不當移植 依據我們一般的常識 只要依據常識就可以知道 他是讓這些樹刻意的去讓他死亡 這樣的一個行為 然後呢等到第二階段在二月份的時候 他們又移植了一批二十六顆 當戶數民眾發現 然後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後來農業局也做了裁罰 但是目前二十六顆只裁罰了六顆 還有二十顆還要再繼續裁罰 那第一批階段呢 因為移植狀況很差 那主管機關也將園藝廠商也調照了 吊召以後園藝廠商居然還去重新考 還在跟我們大小生 在協調上跟我們大小生 好像我們製造他的麻煩 然後等到第二 然後呢行政機關地震局呢 一直一直 就是一直強調說 要跟我們協商未來的改善 這樣的樹要怎麼改善呢 這麼好的樹被他們 本來生氣勃勃的樹被他們弄到 整個大片的剝弱樹皮 剝弱不只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幾乎是百分之百的 一試 知不知 何以天下國家為 朱立倫 連一個新北市都沒有辦法治理好 他要怎麼選總統 一束之不保 別想選總統 在板橋 江阿水 在這裡沒有很多地方 幾年前我們在那裡 有長達十二天的戶數的抗爭 長達好幾個月 長達好幾年 想要保護樹木的抗爭 當時新北市政府 朱立倫市長說 未來在新北市任何一棵樹 不管是勾有地 私有地的樹 都會得到很好的對待 這叫做很好的對待嗎 這樣子撥樹皮叫做很好的對待嗎 活潑樹皮炒地皮 活潑樹皮炒地皮 活潑人皮炒地皮 活潑人皮炒地皮 老樹老農原住民 原地保留反破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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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樹老農原住民 原地保留反破千 原地保留反破千 感谢观看